总胆红素偏高说明什么 总胆红素偏高说明你的胆红素代谢出现了异常 可能是由于以下几种原因导致的 你的红细胞被过多的破坏 释放出大量的间接的胆红素 超过了肝脏的转化和排泄能力 导致溶血性黄胆 你的肝细胞受到了损伤 无法将间接胆红素转化为直接胆红素 或者无法将直接胆红素排除胆道 导致肝细胞性黄胆 也有可能是你的胆道受到了阻塞 比如胆结石、肿瘤等等 使得直接胆红素无法顺利流入肠道 反而逆流入血液 导致梗阻性黄胆 总胆红素偏高会带来一些危害 比如会引起皮肤和眼睛发黄 影响外观和视力 引起肝脏功能下降 影响新陈代谢和解毒能力 引起其他器官的损害 比如心脏、肾脏、神经系统等等 如果您发现自己的总胆红素偏高 您应该及时就医检查 找出具体的原因 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同时呢 您也应该注意饮食健康 避免油腻、辛辣、酒精等刺激性食物 应该多吃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 比如鱼、鸡蛋、牛奶、蔬菜、水果等等 还要注意休息和锻炼 不要熬夜和过度劳累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好的 以上就今天的所有内容 我是鱼蛋白 咱们下期再见